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至15岁儿童实用的紧急授权 波士顿家长组织就法官维持新考试学校招生政策的决定提出上诉 三名波士顿男子因上个月发生在牛顿的一系列盗窃案而面临指控 牛顿警方称三名波士顿男子周五在家中被捕 他们的逮捕令由牛顿地方法院发出 牛顿警察局的搜索令组和波士顿警察局的逃犯专案组和帮派组的成员 实施了本次的逮捕 牛顿警方表示 侦探们正在继续调查过去几周发生在该市的一连串十多起入室盗窃案 3月22号警方报告说 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共发生了八起入室抢劫案 4月9号警方称 在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发生了五起入室盗窃案 4月13号凌晨 一名盗贼在对停放在车库内的车辆进行偷盗时被抓获 目前还不清楚该嫌疑人是否与牛顿发生的其他入室盗窃案有关 麻州的大多数检查站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车辆检查 但其中一些检查站仍处于离线状态 麻州政府雇员和第三方雇佣商的代表 花了一周的时间走访了麻州1800架汽车修理厂 恢复车辆检查系统的网络 该州大多数检查站在周六早上7点恢复服务 但据RMV称一些检查站遇到了更为复杂的技术问题 RMV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继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以便尽快恢复每个检查站的检查服务 根据登记处的规定 2021年3月的蓝色三字贴纸和2021年4月的蓝色四字贴纸 过期的机动车将被允许在5月31号前获得新的贴纸 2021年3月23号或之后注册的新购买车辆 应在4月30号之前获得检查 新购买的车辆一般必须在注册后7天内进行检查 最近被检查拒绝并处于60天免费复检窗口的客户 在系统无法使用的情况下 每多一天将获得一天格外的时间 但应计划在系统恢复上线后尽快进行检查 RMV表示 对在规定营业时间内无法运行的工作站和检查站主进行补偿 并对那些无法在4月17号星期六开始进行检查的检查站进行格外补偿 经过了几个月针对莫德纳新冠疫苗 如何保护12至15岁的儿童临床实验 伍斯特市UMS医学院的罗伯特·芬伯格博士预计 该疫苗将在几周内拿到对该类人群的紧急授权 UMS医学院的研究人员于2月开始募招12至17岁的青少年 这些试验预计在全国多达15个地点募招了3000名青少年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研究人员正在等待数据的返回 到目前为止 临床试验已经非常成功 芬伯格说 我认为我们有信心 他们将继续下去 这些疫苗看起来非常安全和非常有效的 去年11月 莫德纳公司宣布其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中有95%的有效性 在防止因该病毒而住院方面具有100%的有效性 来自UMS医学院的初步试验数据表明 该疫苗对12至15岁的儿童可能更加有效 而且副作用更少 芬伯格说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紧急授权 可能就在几周后 至少到目前为止 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的疫苗 似乎对年轻人同样有效 芬伯格说 一般来说 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对疫苗反应更好是很常见的 根据早期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芬伯格说 他们的目标是在秋节学校复课前 对12至15岁的儿童进行免疫 3至11岁的儿童有可能在这之后接种疫苗 在上学前开始为年轻人接种疫苗的能力 对控制病毒的传播至关重要 群体免疫的目标必须包括儿童 波士顿家长组织在针对新的考试学校招商政策 具有歧视性的诉索中败诉 该组织表示将对联邦法官最近做出的决定提出上诉 法官威廉阳周四晚些时候裁定 一项由新冠大流行而制定的临时考试学校招商政策 根据学生的表现 邮政编码和GPA或MCAS成绩而不是入学考试 并不会歧视任何学生 本法院认为 并裁定该计划是种族中立的 所使用的因素和更大的多样性的目标 都不符合种族分类 威廉阳在他的决定中写道 原告波士顿学术卓越家长联盟曾认为 该招商政策完全不合理 抢走了值得录取孩子的席位 家长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尊重但不赞同法院的裁决 我们将提出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 我们将公布细节 该联盟曾要求法院阻止在新系统下 做出招商决定 并禁止该区在未来的招商决定中 使用邮政编码系统作为一个因素 但社区倡导者和案件的介入者 在周五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法院的决定表示庆祝 美国有色人种协禁会波士顿分会主席 塔尼莎·沙利文说 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肯定会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今天上午 我们这些为教育公平而奋斗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 都在全国范围内庆祝这一时刻 民权律师组织执行主席伊凡 埃斯皮诺萨·马德里加尔说 这个决定标志着波士顿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种族正义拐点 波士顿公立学校发言人说 考试学校的录取通知 正在进行最后的确定 这些通知本应该在月底前发出 由于法律程序的原因 比平时晚了一个月左右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